我竟然在排位里被人威胁了 大家估论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在一局排位中 偶然遇到了很多粉丝 当我跟他们说我是高防的时候 突然 一个粉丝说 你还不是高防 我就举下关注 完了呀兄弟们 我到底是好好打击点一下呢 正当我有欲不决的时候 比赛已经开始了 那这边我们直接拉坦克 看一下中路 取枪声 带走雕像卡点的 注意打战火小镇呢 如果你不玩游走 那么就顶到面包房的二楼 有部队友占的B点 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通过轻声变位 灵活转点呢 还能同时防守BC两点 非常实用 这里先上楼不着急占C 天天选择换家 中路没有人 直接拿C 赶紧回二楼 想占B 先过五这段 C点来人了 注意我们的激光 当心被提前枪 赶紧后撤 躲投授物 标射带走 提前枪 四个 来脚步了 注意预苗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还有啊 我巧可惜了 不过这种小连杀 应该不能证明我是动摇吧 不是啊 我是不是高防呀 你怎么就想上素材了呀 这是被认可了吗 那既然如此啊 放手一波吧 便利会太多 不问有谁能战争通过 估计这一程 要的是洒脱 太多 小战C直接封战 顾忌从事 再来到面包房空点 而活 嗯 小战A 直接急速炸弹 今天会买2送1 战机走你 这是本场的配置 那这位朋友 希望你看到我这期视频之后呢 不要去关我啊 跟我们叫over